正所謂秋風喜, 吃辣味 說到辣味, 又怎麼少得 香港八年老字號金谷園呢? 品牌來到第四代, 堅持香港製造 還沿用了傳統古法工藝, 人手精製 難怪這麼多名人都是他們的捧場客 去年金谷園和士多 獨家推出了限量五千盒的辣味 在一個月之內就已經賣光了 今年兩個品牌再到獨家聯成 推出了限量禮盒, 是不是很漂亮呢? 上面還印有當年金谷園的 原名金漆招牌 加上現在燙金的印刷, 看起來很棒 一盒有齊三款的辣味 包括頂級鵝肝腸、招牌刺肉腸 和手工臘肉 我已經聞到很香, 是不是現在可以吃了? 我早就用三款的辣味 做了這個臘腸煲仔飯和臘肉炒 橄欖, 快試試吧 我會想先試這個頂級的鵝肝腸 聞起來已經很香 它的油脂分佈很平均 先試這個招牌刺肉腸 看起來它的油光已經很漂亮 我吃到它有淡淡的玫瑰露味 其實那個飯也是精華 因為臘腸的油會滲在飯裡 所以吃的時候最好是一起吃 我們快點試那個臘肉炒芥蘭 這款手工臘肉, 你看一看 其實它的肥瘦比例很適中 吃起來口感也很嚴重 你果然是懂得吃的 他們除了用料上聖之外 就像這兩款臘腸一樣 都是用人手灌餡去天然豬腸衣 所以分佈很平均, 吃起來很有口感 這個臘肉選擇了很漂亮的五花腩 也是由老師傅親自去選擇、切 再用秘製的醃料醃製, 再加上缸 所以真是條條都是手工美貨 這麼高質感, 當然要送給媽媽吃 那就快點上輪住買APP上搶著素吧